一出家门映入眼帘的风景是核电厂的冷却塔 这座位在德国西北部埃梅尔塔尔的格隆德核电厂 1970年代后期开始兴建 久居当地的民众都还记得建厂期间引发的反核运动 随着德国2011年宣布廢核 以避免发生类似日本福岛核电厂的核灾事件 格隆德核电厂在运转了35年后定于今年底退场 德国告别核能往前又迈进一步 不过对当地民众来说 核电厂不会马上就消失 The decommissioning will take 10 years so it will still be here for a while There will still be some consequences, some risks The nuclear waste is there, so that's a danger But look, we've learned to live with the plant It's become part of our daily lives 当费核成为事实 过去因为发展核电而兴起的城镇也得思考转型 埃美尔塔尔的市长正计划设立工业园区 以弥补因为核电厂关闭而流失的工作机会 过去十年来德国积极发展再生能源 2020年太阳能和风电等绿能供电比重已经占百分之五十 绿能建成趋势也吸引城镇投入大规模地面型太阳能板建制 发展绿能是多数德国民众的共识 但是架设风机或太阳能板势必对环境带来影响 通常选定架设地点的当地民众都会反弹 乌里克在叙多尔佛利斯经营马书学校 眼看当地政府已经批准投资太阳能板部件 他多次和其他居民发起示威反对 类似的抗争凸显出德国能源转型面临的困境 德国能源转型的另一个挑战 则是现阶段再生能源供电仍有缺口 必须依赖燃煤发电 这也使得境内的煤矿厂 像是这座位在德国西部的露天煤矿厂持续不停开采 危及周边城镇的生存 德烈森力组煤矿厂扩张的诉求已经持续多年 除了获得外地反煤人士的响应 他更寄望德国九月大选后 新上任的政府能够尽快廢煤 保卫他的家园 德国能源转型所设立的目标 包括2022年核电退场 2030年绿能供电要达65% 2038年前停用煤电 这样的时程渴望加快 根据路透社报道 德国政府近来拟出气候保护方案 计划2030年前加速拓展风电和太阳能供应能力 也加倍补助协助钢铁和水泥等产业改变制程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不过这个方案规划的资金 也必须等到大选过后才可能获得通过 庄社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